是 云虫 皇兄 这样的东西怎么样了 皇兄你问的是 摄影 跟我来 皇兄 你看 都在这儿了 来 有点意思 你觉得如何啊 这下好了 剑在弦上 不得不罚 都给我连夜把用法练习 听到没有 是 陛下 小唐不在 这一家安排得灵明白白 这些人 都是全手里射数最佳的 围剿流蝎 不成问题 下去吧 是 陛下 您到底是何打算 朕打算在青池宫办事 朕打算在青池宫办事 那里的确是宫内唯一 能让流蝎卸下防备之地 为啥呀 你想啊 你洗澡的时候不脱衣服 那还怎么防备呀 那这流蝎得来青池宫才行啊 所以 朕打算邀请她泡温泉 不是 她能来吗 这要是换座从前 也许不会 但现在朕是她的女婿 明日谢亲宴上 朕会看准时机 以皇后之名义 她未必会拒绝 陛下英明啊 想不到跟皇后年年 这侵承的 那还是有好处的吧 陛下 开宫没有回头剑 您要不再想想 万一行动失败的话 留谢她 不会放过朕 朕知道 但若能侥幸胜利 朕便能匡复射击 重见天人 此时全凭自愿 你们若实在不想去 朕不逼你的 陛下 臣等誓死互为陛下 郑国公 公爵第一档 轩郎的表叔 方头大嘴 有 有颗眉婆痣 娘娘 是有对招风耳 有眉婆痣的那个 是燕老新郎呀 您都记了一天了 怎么还出错呀 祖方 你杀了我吧 我要记几十个人的身份 我还要记他们 跟轩郎的关系 我还要记他们的长相 我这辈子都记不住 记什么呀 一辈子都记不住 轩龙 我快被你的亲戚们搞死了 启禀陛下 奴婢正在帮娘娘确认 哥哥宗亲的身份和样貌 原来皇后今日这么辛苦啊 不乡镇去了趟清池宫 去清池宫干嘛了 泡温泉 宫里还有温泉 皇后不知道啊 可惜可惜 这清池宫的汤池 可是先帝特意派能工巧匠 大铜关节 在皇宫附近 找了一株上好的泉水 建造而成的 有这么好地方你不跟我说 你自己去泡了 你这个人往轻了说就是自私自利 往重了说就忘恩负义 有这么严重呢 昨天在山上谁照顾你的 要不说我生了我 你早就冻死了 要不说 行了 别叙了了 大不了朕带你去一次清池宫 不就行了吗 这还差不多 来 明天我娘一起来 带上她呗 把你爹也叫什么 游戏 交关干嘛 朕做了她的女婿 得跟她打通一下关系 全龙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心思 我还以为你们俩不公戴天呢 行 我一定支持你啊 那朕也支持支持你 双子 娘娘 这什么 宗亲画相级 朕以前应付宴会用的 借你用用 全龙 你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夫君了 苏鹏 有救了 有眉盆症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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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